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黄寻才表示 全球经济竞争接下来将会更加激烈 而新加坡将会加倍努力吸引优质投资 提高自身竞争力继续做大经济蛋糕 同时也认真考虑地缘政治可能带来的风险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寻才 在总结本财年政府财政政策辩论时表示 新加坡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专注于确保经济竞争力 支持新加坡家庭和弱势群体 以及增强国家对抗逆境的忍性三点 有些议员指商界关注新加坡 是否已从促进增长转向资源再分配 黄寻才表示 新加坡将继续专注于做大经济蛋糕 才能让所有新加坡人都能得到所需资源 黄寻才表示新加坡必须充分利用自身的竞争优势 不能以低价格取胜 就在质量和价值方面脱颖而出 政府将继续专注于吸引更多优质投资 以及帮助企业加大生产力 朝绿色经济转型 此外新加坡也必须做好准备 面对一些新挑战 如另一场疫情或中美之间竞争 可能导致区域局势进一步变化 we now have super power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ith growing geopolitical tensions can we be sure that our region will be able to avoid conflict in the coming decades and if there were to be a conflict or a hot war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how will that impact Singapore these are major risks that we will have to consider and take seriously let maintain a strong fiscal foundation 新加坡计划从2025年起 让跨国公司有效税率达到15%的全球最低标准 黄勋才说欧美国家正在推出新法案和补贴 全球投资的竞争未来只会变得更加激烈 因此新加坡在增加企业税收和维持国家的竞争优势之间 必须谨慎平衡 凤丸卫视记者刘备新加坡报道